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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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 我想问一下几位主创 都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吗 我也看过了 说一下感想 坤哥演的好呀 是那个三米的坤哥演的特别好 你也看了 我也看了 那你觉得呢 你先评价一下吧 我觉得就是坤哥在二次元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了 越来越像一个漫画人物了 那就说明他这次很成功了 但你也很像漫画人物 你觉得吗 是吗 特别像一个漫画里的那种美女仙人 太好了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特别美 文贤老师特别有仙气 特别有仙气 这边很尼雅 那个冰冰那种美的 就是他演了一个有仙气的角度 我真的觉得他这个跨度和处于特别 特别特别美 那接下来呢 还有就是 我妹妹特别美 完了之后 特别泡 特别美 完了之后 他在这个戏里面 用我自己来看 他就叫了一句话 那一刻 我马上就带入 我就流眼泪了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 第一次流眼泪 是因为他叫那一声 第二次流眼泪 是杜萍贝尔叫的那一声 然后我妹妹叫的那一声 是别打我哥 我就哭了 然后贝尔就是 啊 我就哭了 还有就是 那个 因为特别好 就是那个极客竟然这一次 他帮我们唱主题曲 还在实演那些 已经 我们根本没想到 他是第一次 我那个电影作品里面的表演 是那么的真实 谢谢 谢谢 想一想《仙人》看了吗 我看了 我昨天晚上看了 没有看完完整 我前面 就是 《MISS DIAL》的小段 要到处登台 走登台 对 最后一场我看了 反正这是一部 我敢放心 跟朋友推荐 你们去看的电影 我怕被他们走 或者让我退票 哈哈哈哈 我觉得 其实因为我们 呃 都是演员 我觉得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 俊逸 俊逸 他那个 不管是主题曲啊 就是他 呃 其实那时候 我们在拍的时候 有一天 因为那个 包德西导演 他要有一个 特别复杂的一个 一个镜头设计 那他想要先 告诉我 他大概会怎么拍 我跟他聊了一下 然后我就顺便 也就 看了一下 他剪出来的一些片花 我看到那个鸡客的时候 我真的吓了一跳 因为我 感觉上 他私下相处的时候 他有一点点害羞 是个很 很 是个小女孩的感觉 可是在一幕上 他很大气 有一种 那种 Diva 就是那种 Diva 那种感觉 对 他那个 那个眼神非常 还有 回起来那一幕 就是他 变成蜥蜴以前 就是他变成这样 嗯 我唱一下 先唱一下 那个 特别 酷 还有一个就是 要大家一起来看 在那个帐篷里面 大家要来看 就是一起来 把那个什么 都来看演出 对 把那个魂魄都还给你们了 那一层 那一层 那个特别有气息 魔灵 魔灵 谢谢 然后那个贝尔跟那个 子珊他们的戏 我觉得 反正我看了就很会心 而且就像你说的 我看不够 就有一些 我要笑起来说 哎 图儿没了 真的很可惜 那个 但是 很温暖 我觉得他们两个戏很温馨 对 兄妹 就是这种手足之情 特别特别 你问仙人赞赏吗 对 我现在要跪下来说 仙人赞赏 你们都没有看完完整的 没有 我昨天看了 我其实挺那个的 挺激动的 然后那个冰冰 我从 我看着他长大了 哈哈哈哈 他练大衣的时候 我就就认识他 我们就合作过了 有个样子吗 呃 有的 愿来愿美 而且很成熟的一种 就是一种 一种 一种 戏场吧 戏场就是很那个 很大 真的很美 那个 我喜欢那个就是 你回想 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 那个 就背景整个的 很魔幻的一个背景 就是 就是那个 冰冰一出来的时候 就说你 我问他说你是雪儿 他否认嘛 但你后来回想他 那个那个 我相信冰冰那个样子 是你印象中的样子 就是 我觉得那面目很棒 就更美了 对对对 后来又变成一种 淒美 两个人恋爱 就是很遭那么多 脖折跟 跟试炼 对都是你干的 都是因为你 因为我大部分的戏是跟陈奔一起演的 所以我们演的时候 我已经大概看到了 所以觉得那个 但是我 还很多地方出我意料 就是他加上背景 那个特效 因为我们两个几乎都在绿幕前面演的 只是告诉我们大概什么情况 情绪多大 其实也演得很没底 可是昨天看到 觉得很棒 还挺帅的 所以在绿幕之前演的一些 特别模范 哗哗哗的戏 感觉怎么样 有一些难度 是难 挺挺难的 我第一次是这样 做这样的演出 所以就是特别二次元的坤 你在绿幕前演的一些戏的时候 什么感受 会笑场吗 我不会 我觉得其实是 紧张都来不及 这有点像一个 开发想象力的一个绿幕 那 因为我们在绿幕前面 有可能导演会告诉我们 这个场景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用我们想象力去想象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他们 之前准备好的那些策划 搞坏的图像 包括那些动漫的那个样子 但是还是要用你的脑 脑子里面的想象力 去完成你的表演 如果做的不够 和不准确 如果再来 你们觉得好一直在练习 我觉得 这个未来的我们做电影 可能往往都要 每个人都要练习 然后经过这一关 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 进前一次学习 我觉得很挺好的 所以还有两个妹妹和妹夫 拍了一部魔幻大片 但是完全没有机会 干一点魔幻的事情 会有一点遗憾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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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都还是 比较新的演员 这样的 以后一定会有机会 去做这样的尝试 所以我想问问子珊 因为子珊刚刚当上了国民奶奶 然后这次 觉得自己有没有机会 变成国民妹妹呢 这是个好问题 这是个好问题 希望吧 希望 身份转换的有点快 自己更喜欢哪一个 国民奶奶还是国民妹妹 其实现在我不知道 因为大家现在看到 我都跟我叫奶奶了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跟我叫奶奶的时候 我还有点不习惯 现在叫一叫 我竟然也挺喜欢这个称号的 大家不叫奶奶 我都不觉得 就觉得不亲切 哈哈哈 觉得辈粉忽然低了 对不起 以后我会变成 不是 什么国民妹 神仙妹妹 神仙妹妹 对 旁边的那个妹夫 是不是觉得赚了 神仙妹夫 我当然赚了 成神仙妹夫了 就是 一是变成了国民妹夫 看起来 这个好像占了全中国人的品 对 对 第二是 就是 能再次跟子珊 这么优质的女演员 演情侣 我觉得 上一回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 我只是演一个屌丝 然后连对象都找不到 你就是还是屌丝啊 这回但是就 变成一个国民屌丝 变成希望大了一些 我觉得 这个是我 就是 总坟上冒青烟 得来的福气啊 然后能跟子珊这么 这么漂亮的女演员 有这么多亲热的戏 很亲热吗 她打我嘛 但是 这就知足了吗 对 我已经很知足 这已经算是肉体上的接触了 我跟冰冰姐还没有过 所以这也是遗憾 还有 我跟极客也没有 因为有的时候我在组里就是 我们拍夜戏的时候 有时候总找不到极客 怎么办极客 就要不要反击一下她 比如说就是脸太大 那我们接触一下吧 我已经习惯了 所以你在剧组是剑靶吗 大家都在哪里开玩笑 就她吧 只有她 大家都是爱我 就是保护我 照顾我 然后给我很多的帮助 其实我演戏 我很生疏的在这个上面 我甚至站位 我都很担心 如果我要走过去 然后导演让我要绕开那个东西 然后同时不能够走到灯光那儿 可能你还要想动作 还要说话 瞬间好多信息你知道吗 我可能就有点懵 然后冰冰姐这个时候她就帮我 她就说 导演你不要给她那么多东西了 我来 我来 这些她什么样绕过来 我来做 我来做 然后她就做好她自己 该说的话 该做好的动作 她就拼命帮我减负 像我 坤哥也是如果我要 有场戏 我凶他 我哪敢凶哦 就是因为 坤哥他给我的感觉 人就特别好 你知道吗 并且 舍不得凶她 并且 对 就这么好的演员 这么好的前辈 我完全不敢 前什么辈 哥哥 我也不敢 但是后来 还是 就是大家会给我营造很多的气氛 带我进去 对 像子珊和贝儿老叫我上他们车去吃东西 除了她老叫我 哎那个扇贝回来 我有一个这个造型 扇贝 对 她其实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对 对 其实我是在勾引她 但她没感觉到 哈哈哈哈 所以左边和右边这两个 更喜欢哪一种类型 一个是邻家女孩类型 一个是这种特别sexy的那种 hot类型 更喜欢哪一个 可能是我花心嘛 我都喜欢 我连冰冰姐都喜欢 都喜欢 要能娶都娶了 但是现在法律不允许 我打算过两年改一个国籍 去个什么印度之类的 那个地方可以一气多夫 哈哈哈哈 说到口里的 哈哈哈哈 一气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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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的 冰冰姐这边都是你的 一夫多妻 说错了 苦手要掉下来了 对 其实关键是法律允许 人家别人也不乐意 对吧 考虑过这方面吧 还有坤哥在 那个时候我可以领他们 对吧 冲出亚洲直接冲向宝莱坞 哈哈 哈哈哈哈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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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生活 那要是库尔来选的话 这三个更喜欢谁 我都喜欢 因为确实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直播节目 哈哈哈哈 都拖出去了 自己说都拖出去了 这个话 我们只能是很官面上的回答 因为我跟冰冰是 就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又有一点像 贝尔跟紫山这种关系 然后就我们小时候就开始 拍广告 拍电视剧 拍电视剧 然后拍现在 那么我们互相的默契 和关系呢 也非常亲密 那紫山是因为她一来 她叫我第一声 来施装的时候 因为尹宗领嘛 哥 我们一刻就 谢谢 所以我心里就 游然而生 就有状态 那吉克呢 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她的粉丝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她唱歌时候的那个 力量感 和她那个在现场 能够驾驭 那个现场的魅力的调动性 是让我非常的尊重的 反正那么年轻 变错摩托音音上 她也是我的一个老乡 因为我是重庆人 她是四川男 我还有一种肤色论的 那还有就是因为 为什么我喜欢贝尔呢 就是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她 她永远给我 真的正面的东西 幽默 但是心里一个 非常温暖 细腻的一个地方 完了 她就不说了 我看到她的喜宴的时候 她就是我的偶像 所以 你要说 刚刚我还说的这句话 真不是面上的话 还真不是面上的话 但是你也非要 让我在里面挑一个 那我也只能全有 也要去宝莱坞 对 不是那一个东西 不是好莱坞 不是好莱坞 去好莱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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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刚才说起来 跟冰冰姐 可能从小就一起 拍广告一起长大 但是激情戏 应该是第一次吧 太了解我俩了吧 激情戏很多 激情戏很多 到现在目前为止 这个规矩 你明明碰上成功 就是她一直喜欢成功 对 这个戏还是实际 云姐瑶 你也想问我吧 云姐瑶是一直在追她 云姐瑶 我是觉得我真的喜欢那个角色 我觉得我这一生 真的好 云姐瑶 干不出来那女孩的事 就是一个男的 你明明知道她喜欢另外一个人 但是她就是因为她追求她喜欢的东西 这种爱 我觉得她真的是厉害 那就这种比如说 云姐瑶 我当时就把我对这个陈坤的爱 转化成为许晓晓的那份情感 然后就想说 不管她爱不爱我 都爱她 对啊 我就暂时爱一下吧 所以等到了中回缝磨的时候 对陈坤的爱又深了 可以为她献出生命吗 没办法不深啊 这十来年了 我们俩一起长长 就是爱了前世又爱今生 我们那个 七八岁 对 现在也不过就二十出头 她今天早上起猛了 嗯 有点这个 都是错乱的 我们那个大学毕业的时候 一起拍过广告 那时候我就 说线影话 那时候我就觉得 怎么这男孩长那么帅 不像中国人 他长得有点像混血 像保来无来的 对 保来无来 然后我就觉得这人 应该那个 能那个什么 就是有 有所做的 对 后来他真的就出名了 嗯嗯嗯 然后我就有机会跟他拍戏了 嗯嗯 然后那个 等我们合作了 其实真的是印象最深的一次 还是云水摇 嗯嗯嗯 我们俩在一起那吃了太多苦了 为什么就是那个感情 那个导演不好 那个人不好 引力 我告诉大家导演到引力 因为我们吃那么多苦 我跟你说 当时找我的时候 然后我还跟导演师傅说不去 对 导演都不能明白 他他他他哪有导演被拒绝的呀 然后我说跟你拍戏太苦了 嗯 我都挺能吃苦 我都吃苦出名的人 我都不敢跟他比方 然后我们那个戏 又有战争又什么的 然后我当时还是拒绝的 后来他说你必须得演的选择 那最后是因为呢 真的是成坤签约了吗 对方说真的 嗯 上 嗯 就是这样 本来我也不是 不是 为你们上 我一个朋友说 他不签约这个戏 我录的这个戏不能拍呢 我怎么念得起心理吧 那时候为什么上呢 一听说行 跟这回戏是一样的 有接吻的戏 我觉得可以考虑 然后这回 本来我在上面写的合作 我能不能跟你接吻的话 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女人的名单 我是决定是 那天跟谁接吻 接吻的时候 是吃大蒜 还是吃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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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口感更好一点 还算鲜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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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养的还不错 这一次我基本上也没有太把注意力放到这一身 主要是可以一起洗个澡 对 洗澡的时候 小伙儿皮肤不错 小伙儿保养的还行 其实是小伙儿管导演要的福利吧 说亲也亲过抱也抱过 这次要来个新鲜的洗个澡吧 因为当时那个包老师跟天云有个请 他们来跟我们谈这个项目 我们很高兴 我说 这个里面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他说什么条件 他说是冰冰要来 我们冰冰来 我们确实是有很多地方都已经 我们不能再表现重复 要再深入一下 那之后呢 冰冰一直是一个 卫系很投入 但是在脱衣服这方面 就一直是很有 兴趣和思想 我必须要帮助别人 这么多年了 十年了 我必须要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他让他讲洗澡的戏 洗澡的戏 先不管电影剧能不能过 先拍了 先搓澡 对 这有一个电视剧 不是就一直到这儿 电视剧就从这儿到这儿 可以解吗 我们是4K 我们是4K的 我们以为开完就想跟冰冰讲 冰冰说 为了困我什么都可以 他一脱衣服的时候 我吓到了 你把头脚子 原来发现4K包裹是我 你觉得特别吃亏 你觉得那么一点 我不知道 我没在现场 我没看到 但我一直在想 如果 那怎么没有通知 你们来看一下 早点一边卖瓜枣什么的 我也着急 我也着急 我在想如果4K真的被剪掉了 那场戏 可能变成只有两个眼睛的特色 两个人只有两个眼睛的对视 所以 所以 其实真的这么熟 然后在一起拍洗澡的戏 会笑场吗 我一直以来 我的命都很悲惨 我一直跟我熟的朋友 在一起拍洗澡的戏 所以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兴奋 就是 因为 其实生活里面 我们也可以在一起洗澡 直播出去了 我真的是直播 我才说的 你真是直播 真的是直播 真的是直播 但是要不要跟他洗呢 现在还有机会搬回一程 就洗的 我们两个就是一起成长起来的 跟我们去游泳吃白鲜 等票房过去 他这点本事 就去个游泳池 去个海边 我们只是在嘴巴开开玩笑 你就看他自己在当编剧 他说的那个像不像样 你也真信 然后你也别亿万网友也都信 没有 就亿万网友都在看信花 今天给他颁一个 搬一个最佳编剧奖 但是说心里话 就是我现在看陈坤 就是 特别是我们这次合作完了 我真的觉得我内心 刚才我俩在做采访的时候 我还跟他闲聊两句 我真的能够体会到那种珍惜 就像比如说现在贝尔跟这个 他们关系很好 两个人拍过几部戏 然后很默契 至少心可以沟通 就到了我们这个阶段的时候 或者这个年纪 你会特别珍惜 跟你有过这么多年的交情 但他说的 他跟我讲这个话是这样的 那时候真的在做采访 是他们在做 他说 你知道吗 我觉得朋友感情很珍贵 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珍惜 你叫我跟全哥吧 他跟我讲 我说对 全哥昨天因为我亲 你强迫亲了我一下 直接在微博上使劲哭 哭啥哭 他是不是有点急性天气 他太会编了 你自己去查那个新浪微博 我看到了,全哥发了三个哭的表现 只知道在这儿哭,哭什么哭,回去亲一次 我还没注意呢 以后你进全哥的火候点拍出来 我可温暖了 你让我们好好地真正我们的感情和关系的话,你看我跟全哥 我虽然跟他说,全哥呀,为什么呢? 我跟全哥,20年的朋友了 我说出信里面之前,我真的很无视这种情感 就觉得大家已经这么熟了 你对我好,你应该的,我对你好,我也应该的 就没有那什么说话呀,伤害呀,你根本都不去想 真的到了这么多年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这种朋友并不是那么多 或者你在生活中想再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人,也没有 除了全哥是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人 所以那个,当我在那上成坤的时候呢,我还在想 我生命中还有这种十来年的朋友还能在一起演戏 然后我们在演戏的时候的那种专业的态度啊 每个人都希望对方好,没有人说我要希望我好 然后就抢啊什么 对,绝对没有,我们俩都希望对方好,他也是 我哪演的不好,做不好,就把我叫一遍 你说因为我觉得你应该这样 然后我要觉得他哪不好,所以我说坤,我认为你应该这样 不应该那样 就反正我是觉得,我心里还是很觉得珍惜的 不多这种 对,所以就真朋友一定要说珍惜的话 就你觉得坤还有哪不好,还比完美差一点 他呀,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完美了 其实我们这些话题就是我私下说得好 我其实挺为他愁的 就这么完美怎么办啊 我其实挺为他愁的 对,我不烦了 我不刷牙不洗澡这个习惯,你觉得挺好的是完美是吧 我个子又矮 我昨天不是我们做新闻发布会吗 我跟冰冰一起走那个红毯 我估计要穿这么高的鞋 我说,电一个 我那个鞋有钱 我真的电了,我觉得太惨了 我个子矮了,没办法 快点,网报纯昆那个电啥了 对 哪个男人也没电过似的 你没电过? 我从来没电过 你没电过? 你没电过? 我再也没有机会和坤哥拍戏 因为我 你从来没电过 在运动健身的跑步鞋里不能电鞋 我 我必须电 我说的是个男人 不是男人 是我一个弟 他爱美到什么程度呢 他女朋友说他个子矮 他连跑步穿一双运动鞋里面电鞋 我不是,因为我电高了 但是我发现我也不好看 还是那样 对 颜值太低,身高有 我发现我做任何事 他在我心目中 我们俩是并称为宇宙两帅 就只有他可以跟你相提并吗? 对 他是占那个帅子 我是那个二嘛 两帅 二帅 宇宙二帅 没有 他其实在戏中已经把二帅都占了 有一场两个人 对吧 很多人 这场戏你觉得哪个都帅一点 你说我那场戏很帅 不是很二 是两个造型都很帅的那一场 自宫自寿那一场 我们现在直播 但还没有进电影院 不能说的 没有关系 昨天就在网上被人打 那个剧照都帅 我看了很惊讶 因为我跟陈奸对的一场戏 是他 就是魔王的造型的 但我不知道他自己跟自己 还来那么一场 其实挺挺 因为我们做这个戏 大部分的戏 全部用到后期了 真的请不到演员来演了 那不能开空窗吗 我只能一不容辞的去演 很精彩 因为演一点 因为这个钱 我也没有让剧场都没有钱 我只是说我在 都没有再多拿三百块的公开 买一送钱都没有 我们的一点 我一点张觉都没有张 到现在目前这片子 也没有像主动给我演 没有有所表示 很棒 我觉得 我甚至觉得魔王 比中奎 把中奎的戏给吃了 我觉得 太迷人了 我觉得魔王 对 那个魔王应该是以前 也在镜头前 没有见过柯那样的表情 他香香郁郁那段 真的 那么妩媚的表情 他比林青霞 掉到悬崖下面 为什么之前没有展示过 这么妩媚的一面 我是个演员 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个演员 演员是为讲色而生成的 如果现在让我演一条狗 我必须像狗一样行走 让我演一只猫 要像猫一样行走 就是专业的演员 为什么要问你 为什么要这么专业 我觉得 那个造型很成功 因为他其实跟 陈奎的样子已经有距离了 神态也有距离 如果不知不明秀里的话 可能不会想到是陈奔燕 就是魔王的造型 所以我想问问贝尔 其实刚才他们两个在这边 秀了这么长时间友谊 你是不是觉得也应该秀一下 你跟紫山的友谊 我们不是在秀 我们是真实的表达 真实的表达了 要不要再真实的表达一下 你跟紫山的友谊 不太需要 其实关系很好 人是不用说的 你知道我们俩其实 那个关系真的 其实没那么好 你要坐这么长 你知道吗 那不能闹到我们俩和 你必须再秀一下 其实就是 我们从智青春之后 就是 然后那个 那个 就之后的那个 你知道 你知道我跟张瑶 你知道吧 就我跟全哥 你知道吧 你知道我们那种友谊 就是 就是我觉得 那种友谊 就不是说 我们去 去刻意去 两个人要交朋友 两个人刻意我要请你吃饭 或者刻意 我们要在一块玩 或者什么 就是感觉像 很潜移默化的 我们就像同学一样 像智青春那一波同学一样 然后我们就 生活中也像同学一样 我们会有群 但是群里 已经很少有人说话 所以有事的时候 就说 哎 我有电影上了 大家支持一下 平常生活中都是 干嘛呢 拍嘛 拍嘛 什么时候杀青 吃点 吃点 对 特别像同学 就特别像同学 然后他会 我不在家的时候 就直接拎着吃了 就到我家里 就逛一圈 我到台湾也是 我去台湾 那个去 我们去参加那个 赵又婷的婚礼 也是 然后他台湾有 有那个他住的地方 我就直接到台湾去 他住的地方去玩 他还没回家呢 我就先进他们家 对 在他们家铺了一桌子 东西 然后吃 打算等他回来 但我后来发现我自己一个人 居然全吃完 没有 没睡 然后他回来聊两句天 然后我得回我自己的酒店睡觉 然后我就回去 就等于说 那你这个不及我跟冰冰广关系好啊 我住也住他们家 我吃完了还是住他们家 我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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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还就是这个 还矜持 我还矜持 我还矜持 还年轻 还年轻 慢慢就放开了 我们如果真的到了 也在过五六七八年之类的 我估计我也就睡那了 我就赖那不走了 反正他也轰不走我 他去我那 你也可以睡我那 真的 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好像 吃萝卜 就不是我 不是那意思 对 我那意思是 就是 还是那个意思 还是那个意思 就想睡那 你自己带你自己洗澡的东西 牙刷什么的 那个搓澡劲也不能用我 就是 紫珊一直就是在享受贝尔对你的环绕 对你的喜爱 感觉怎么样有这么一个护花使者 她 其实真不是护花使者 对 她也没少损我 但是我觉得跟她在一起 就是特别 踏实 嗯 因为我们就拍完那个戏以后 其实私下里 因为我们在那个戏 在《至青春》里面 我们俩就是演最好的朋友 对 然后我也是找她去打听我喜欢的男孩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们在那个戏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感情下来了 然后平时生活中就是经常会微信 我有什么生活上的事情或者工作上的事情 都会问她或者是跟她聊一聊 她有一些烦恼一些什么事情也都会跟我说 嗯 所以我们俩经常都是可能就是有一些最私密的话 心灵上的交流 对对对对都都都都可以聊 其实平时工作忙也不经常见面的 嗯 但是有事的时候就是都会想到要找到对方去聊一聊 嗯 那这次拍拍这个《中魁》我们也觉得特别开心 我们又碰到一起可以一起拍戏 天天在组里 然后跟着哥哥一块 然后我们仨就就都这样天天在一块玩得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她像是我觉得她对我来说没有性别 所以我不觉得她是个男的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我的好闺蜜这样的 男闺蜜 这么说让那些热爱我的意外 你粉丝怎么看 我们俩就是一个休息一个休息车 刚开始去这个系的时候特别开心 因为我知道我们俩又在一块拍戏 我就想我们俩多好玩在一个车上聊多少天 我们俩去了前三天就开始生活中的所有的八卦 接什么戏 然后怎么样生活家里的事对方的事 三天过后两个人没有话 没有话了 要不就是我们俩就面对面坐着 俩也不说话 我看我的手机 她看她的iPad 特别老夫老妻的状态 对 没有是那个状态了 所以你说我们俩到底关系有多好 我觉得也就是没有行为 没有我的可聊了 我就问她 我说贝尔你爱我吗 她说我爱你 我说你有多爱我呢 如果我现在要跟你借钱 把你所有的钱都借给我 你愿意借吗 她说那我得看你干嘛 你要去吸毒我肯定不借你 我说那如果我买房子的钱不够 我要跟你借 把你所有的钱都借给我 你愿意借吗 她说那没问题 那挺好的 全哥不会借给我 坤会借吗 她也不会借给我 她有那么多的房子 还要赞购房子 我怎么能支持她才浪费钱呢 那所以你要怎么对她表忠心呢 你爸已经说可以给钱了 我需要表忠心吗 一直是她追我的 我还要表忠心 没有什么忠心 就只有她借给你钱 因为我需要的是找她借 因为她 房子太多 国际 兵兵力 这么有钱 快 你爱我吗 我买房子了 快抱歉 我买小的优秀 别造牌了 那确实很那个 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跟我借钱 然后 你为什么要拿重心来考验我们的优衣 所以她是要拿去做股票投机的 我说不喜欢那个人 不行 这个理由不能不借 你们以后需要钱的时候可以找我 万一之神钟馗 我会答应你们 答应你们 但不一定吧 所以这个要借回钱是吗 对 但是因为是冰冰姐太有钱了 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我想到的分享 我想到的分享 那你觉得就是冰冰姐 我去做公益 你看我两年都没拍 好我们一拍一次《尊魁》 大家一定要进电影院 买我的票看我 我真的穷到已经没有气派了 因为她穷的眉毛都已经一高一低了 这是因为穷的吗 真的太穷了 穷了没剪剪头吧 好吧这么长 你叫我穷的是因为我坐在山里面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在山里面走的十几天 可以少用一下我们家里的水 可以省一点钱 所以不刷牙 不洗澡也是可以省水 就是为了保护资源 我是环保住的 嗯 那她都这么穷的 会借钱给她吗 我哪就不信呢 哈哈哈哈 你们都愿意相信 我都一般不信 我们就配合她一下嘛 不然她自己演得这么恐怖 对 其实我们水平座不需要演的观众 谢谢你们 哈哈 就只有自己的投入就好了 对 就享受这个过程 我想问一下极克军毅 就在这个戏里面 只有你没有那个爱情戏 没有恋爱的对象 会觉得 哎呀 有 我觉得还是有的 嗯 我觉得她每回她 虽然我在现场 但角色里她看我的眼神 我觉得跟看别人也都不一样 哈哈哈 你继续没有越过你看到鼠叔 我会看到坤吗 不是 她的这个戏里面爱的是她 对啊 爱的是姐姐 爱的是姐姐 对她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对就是 依赖 说不好 其实挺霸占她的 我不愿意我的姐姐跟别人好 我不愿意我的姐姐跟别人好 所以你跟钟腓是情敌 哎 哎 这么解释 可以这么说吗 对 没有 其实我们 我们真的觉得有一点感觉 嗯 有一点 我跟那个 小姑子都不好惹 哈哈哈 家庭要和睦的话 小姑子 小姑子在那呢 小姑子是 我说的就是 我跟小姑子也不好惹 嗯 小姑子两个都不好惹 哈哈哈 我们现在在闹别扭 哈哈哈 所以你刚才前面半段直播的时候 谈 谈亲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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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一次访谈 对 嗯 所以你有什么就是 就是 巧有力的手段可以 可以跟那个谁争夺一下姐姐 可以跟钟腓争夺一下姐姐 本来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有一点手段的 但是 昨天他俩亲上了 我觉得我 我估计也没什么机会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先亲姐姐你可以去 对 哈哈哈 可以 你去去去去 你去去去去 她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她说的是 姐夫已经同意了 对 对 我说的意思是 就是本来在戏中 我们是要阻止你们俩在一起嘛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从那个戏里走出来的时候 你们俩已经走出来在一起了 哈哈哈 所以我在唱那个奋不顾身 我们随时都可以回到戏里边看 哈哈哈 我唱那个奋不顾身的时候我看了一遍影片 我当然是跟刘欢老师一起看的 嗯 因为我们要刘欢老师要做那个歌曲 嗯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 其实那第一遍我没有看明白 因为我们看的时候还没有完成 就是很多后期都还没有给到 所以就就特别容易被那种 就突然就像姐姐说的 抱一个大柱子就说 嗯 你不要照顾身边走 这个柱子 我说对 什么情况 然后 我也看了 对 对 然后也也会有就是出现 就一个人就对着 哎我不记得是谁了 就在这屏幕前发疯 就一个人就在那说 然后整个人就 哈 就起来这个感觉你知道 但是实际上什么都没有 然后再加上 这可能我的想象力 还 没办法到 还没有那么那么的强大 毕竟在这个戏里面 我也是 嗯 第一次跟大家这样子去合作嘛 也不是学习能力也 比较 那个 困难 所以 当时就看这个片的时候 所以给我看的 我就恍惚了 本来我觉得我对剧本还是挺清晰的了 看完这个戏 我发现 好像不 我怎么 晕了 你知道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出来了 我问刘华老师 你看明白了吗 刘华老师也 嗯 也 也 也 但是后来 因为这个我们还是觉得还是要写的是 姐姐跟哥哥他们两个的情感 所以呢 刘华老师可能也是想很多 然后最后做出来这个曲子的时候 我们当时唱的时候 刘华老师一直都说 你要想象他们两个的那种在情感上怎么样 因为我拍的时候 他们已经把那个就是你们说的洗澡的戏 好像是拍了还是有有有有有 反正有亲密的戏嘛 所以我脑子里全部是他们两个亲密的戏 就一直在脑补他们的戏 所以现在看看他们两个还会直接跳到脑补亲密的戏 对 对 对 所以刚才已经聊了这么长时间的那个主题曲了 要不要为我们亲唱两句 一排粉丝都在这里 好 好 这个歌太好了 太好了 然后你看着他们两个的脸 然后脑补着亲密的画面 对 亲密的画面 昨天突然让我唱了一下 我都心里特害怕 因为这个歌 你不用害怕 你在我们这里唱的是最好的 崔哥在给他唱个伴奏 对 崔哥也出过专辑 崔哥也出过专辑 崔哥的演员和歌手 月翻完 好 你说这个都是老歌 我跟你说一个新歌叫演员和歌手 是啊 好 但是你还是逃不掉 真的要唱 好 安静啊 真的是直播 真的是 最怕 放我没事 只是你的眼 不怕你看破我的魂 仿佛我冰冷的心诚然 只不住盼望左右骨盘 只为你眼里的爱恋 呼吸之间 我想笑 太浮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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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而且他一唱歌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 特别有爆发音 而且其实 齐克军一唱的时候 一直在跟坤哥对戏 对他俩眼神一直在交 没有 我唱过 我在看姐姐 他好像是在看我 就是中间把目光拦住了 我唱到左顾右盼 他们俩我一定要左顾右盼一下 因为他发现我深情的忘记他 对 那后来为什么笑出来了 是因为目光被拦住了吗 当然是因为碰到一个提议的目光 对 有一个不许看姐姐的目光 对 所以 我要问问极客军一 在你脑虎他们两个清乐器的时候 康儿哥身材好吗 身材 身材 啊 因为 那个时候就 就 我想的都是那种肌肤与肌肤之间的感觉 因为 没有关注一下 其实说实话 胸肌腹肌各种肌吗 没有 我一定要说的就是 在 演唱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去体会的 嗯 因为真的是靠我们的想象 刘花老师的词也写得相当的好 真的是情至真 看爱火焚身 嗯 就有时候就要直视你的眼 不怕你看破我的魂 所以 我就要去直视你的眼的时候 就是他们两个的眼睛 对 一定要看到 所以他们 我不会去想谁的身材会怎么样 但是 我要去想 他们彼此之间的肌肤 接触到的 那样的时刻 对 但是 冰冰姐刚才提到 胸肌腹肌各种肌 真的有吗 嗯 有 胸肌腹肌各种肌是有的 你说我吗 嗯 在一块肌下面 哈哈 在一块肌下面 在一块肌 嗯 有吗 胸肌腹肌各种肌 你为什么要问我 我为什么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嗯 你问我就要回答吗 哈哈哈 回答了 冷场了 哈哈哈 你不能冷了好吗 我一点都没冷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 不成就跳过吗 跳跳跳 好吧 好吧 所以一般我们 在我们演播时代 这么多 真跳啊 你不干是吗 我没不干 他不干 人家是胸肌腹肌各种肌挺好的 而且我拍戏的时候 他那么忙 每天去健身的 哼哼的一顿打 你看看 我放过你 有人不放吗 我没有不放过啊 嗯 你看一下 哈哈哈 我就当看见了吧 哈哈哈 我就当看见了吧 哈哈哈 这样 这样 毛顿死了之后 然后我给解开 毛顿 嗯 这是卖萌啊 嗯 没有 哈哈哈 对 所以 刚才 我们说 有这么多 朋友 到我们演播室的时候 我们就会玩一个游戏 就是评选一些最 所以 刚才冰冰杰已经说 库尔是一个特别爱萌的人 爱卖萌的人 所以 剧组里面 谁最爱卖萌的人 那肯定是他啦 我怎么 坤哥 我愿意外蒙的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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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脚子举出来 哈哈哈哈 最爱外蒙的 其实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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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优雅的是文轩大哥 哈哈 同意的举手 哈哈 你看 又托同意 对 对 完全没有那些什么 对 那个 就是啊 我这一次也是有一个体会 就是 以前 就是 我跟我同龄的人 甚至比我年轻的人在一起 我老是觉得他们老气很臭的 我觉得我自己 还是比较年轻的感觉 有时候我讲些什么话 他们会批评我说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荒唐 嗯 我说 对 我跟你不是同一个世代的 但这次跟他们演戏啊 我发育我真的老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另外一个 他们讲到 不敢在我面前卖萌 也不敢在这个 真的没什么变化 有这么多年 我就这个 就是静静的当我的大哥哥 我是叔叔 静静的当美男子就好了 对 安静的美男子 这么年轻 谁能举一个 康尔泰现场卖萌的例子 我真的不卖萌 很萌萌 哈哈哈 像不像 他刚刚完整的完整 帮老师 帮老师 是很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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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为了想象 多要一个镜头 或者多要一个景别 或者多要一种方式 其实是会使用这样的招数 我没有这样的招数 我不是的 我不是想要的 是因为他有时候 因为他一个人要管那么多事 他有时候会现场太紧张 工作人员全部都在那 其实有可能 就是一点点 说两句话就被解决的事情 但是他的情绪在那的时候 他又不敢上去 除了我 只有你 我就跟包老师说 哎 包老师别生气了 嗯 因为你要跟他顶着 你是为大家猛死 他顶着 到最后就跟我愉快 对 因为我们的周期就是 因为啊 包老师的那个气 是一下就过去的 那你过了 对 所以 回来会抓住那个 赶快去上去给他面上 是愿意这么大一百年 自己去卖萌吗 对 而且就是 说多的都是那一套 而且那套 满身是累的 那套对包老师还就是 卖得好非怪 不是太管用 不太管用 你的理念 哎 他觉得有道理 他马上就 所以他是对包老师最有办法的人 嗯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最 谁是所里面最霸气的人 包老师 哈哈哈哈 又不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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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很霸气 哦 他姓爆 他姓爆 叫跳如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谁是现场最害他包老师的人 最害他 没有 其实我们都不霸他 他都不霸 因为他 在爆跳如雷的时候 是一个最好看的 完整的戏剧表演 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觉得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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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他马上就听他的 认错 毁过 保证改进 毁过 哈哈哈哈 马上毁过 哈哈哈哈 这叫化解的方法 这是服输啊 这是服输啊 你没看 郁黄大帝 没看到 倒是演的郁黄大帝 他开始是找我去演的 他开始是找我去演的 郁黄大帝 后来他说 没有这么瘦的 应该胖一点才行 这么亲眼的郁黄大帝 他觉得我男生扮相很明 很法相装眼 他就不客串 因为没有给包 他拍完 我还特别 我还特别问包老师 我说你没有把平常的桌围厚服的劲儿拿出来 他说有 有 你害羞 我告诉你 随到哪一刻 包老师终于在我面前 他面对镜头的时候 其实蛮害羞 对 你知道吗 有一场险害跟我一起演的 他已经穿得很好 平时都是 阿宽 你在这里 在哪 我那天我进去 我穿上我终于的衣服 走进去 他穿着 预地的衣服 我说 嗯不错 不要说我很紧张 哈哈哈哈 我面对我碰到老师 你演的是 不是 我从小就看世界的演技 但是我演得很少 哈哈哈哈 我就觉得太好了 但是 终于老师 就把当了一见之成 你演的是什么 哎呦 我演成这样 哈哈哈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特写 然后你后面去修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只有听说我还真的修了 哈哈哈哈 真的给自己修了 特别可爱 他就是个大宝贝 嗯 好刚才提到说 那个报道特别爱美 那我想问一下 谁是最爱美的 这位不许承好导演啊 在座的六位 谁是最爱美的 女孩都爱美 嗯 不还好 我们这里没有人都爱美 我觉得我们是演员吧 我觉得 我们没有把美 特别当回事 没有特别当把美 当成一回事 我们原本就是美 我们本来就是美 嗯 都 上这儿 都很美 好了 那这个问题 对广告词啊 对 好 刚才有波波网友在向我们提问说 剧组谁是暖男最贴心 不要当暖男啊 暖男就像绿茶妖 哈哈哈哈 昆哥 哈哈哈哈 真的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跟昆哥拍戏了 对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钻车你给我的方 我给你吐车 哈哈哈哈 等一下这个问题只有女生才有发言权 对不对 我坦白讲我们剧组这三呀 还真的都是暖男 都挺暖的 对 三个绿茶表 哈哈哈哈 哎 可惜男生也叫了 新机绿茶表 那你还没关心继续 嗯 还有什么绿茶表 还有什么 表是形容女生的吗 男生是不是 现在已经不分了 只要够贱的都 哈哈哈 够贱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他们三个暖的有什么不一样 还是一样的 这个话题已经是要去不好玩了 换一个话题 哈哈哈 换一个话题 换一个话题 嗯 什么 谁是冷男 哈哈哈 我觉得我们的副导演最暖了 最可爱的 对 对 就我们那个副导演特别逗 就是我头一回见这样的副导演 哦 对 对 我们那个剧组副导演特别逗 因为我们剧组群众演员 我们在拍的时候 我记得大场面的时候 是两拨群众演员 一拨是当地的群众演员 一拨是从外面聘取的 就是恒店聘取的群众演员 恒店和向山 对向山 然后他就站在那儿 他每回都说 来现在给恒店的这帮人鼓一下 他们好不好 好 他们演的好不好 好 然后这边 哎哎哎哎 你们这条演的没有 没有本地的这帮人 想啊 就是现场群众演员 就感觉都像在比赛一样 哈哈哈 哇 那很演的认真啊 就是就是 我跟紫山在那儿 人群里的戏 就把我们两个全挤飞了 哈哈哈 你说这个我真的感觉到 你知道他怎么打我吗 啊 我卖力的是 假的 但是他就是包老师 他真的没有计算好 那个那个 那个长轨 因为我从那边走过来的时间太长了 一直拍我的特写 给他们的东西就砸我 刚才是假的嘛 嗯嗯 然后后面 因为不能停机位嘛 也不能 他们也打字不行 地上就直接 来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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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我 我笑了之后 我发自立心的跟你讲真话 就是我拍到那张照片 我觉得特别委屈 嗯 因为我觉得 我说其实到 已经砸到后 还为什么不停呢 因为我真的被砸了 嗯 因为我现在还穿了那个龟背 因为只是个特写 这么拍 刚开始是假的 我还就会演 但我也不用演了 哈哈哈 这个很疼 哈哈哈 我过去的时候 可能那个老奶奶走过来 他还在我面前吐我一把唾沫 对 哈哈哈 我走过去的时候 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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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实败吗 哈哈哈 因为他们全部来真的 就是 这就是一种 得入戏 我觉得其中也要好强 因为我重新要 再画这个状况 要画两张时间 但也确实还发在 他里面 摔牙了 哈哈哈 真的是 好 好 我们就最后一个话题 就停在一个男演员的心酸上 就 对 对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 支持这部 又有这么多欢笑 哦 你俩这么开心 哈哈哈 对 所以我们现在拉回到电影 就要请大家 这个提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电影 尤其我们电影什么时候上映 然后这个前三位答对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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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